小朋友都愛的經典卡通 我已經成功了 嗨 寶貝貝 我是Dora 白天時依照時段播放 小朋友都愛的經典卡通 OK 今天我們會展示你們 一些超級瘋狂的技巧 瘋狂表演 到了晚上 節目觀眾年齡設定 漸漸從幼童轉為青少年 被譽為兒童天堂的尼克兒童頻道 存一手打造多部當紅電視影集 夢幻影視工廠看似完美 實際上卻有不為人知的黑暗故事 曾參與演出的演員和幕後團隊 集體在紀錄片中 指控多個節目不僅存在種族歧視 甚至加入大量兒童不移的 誇張小段 為何在這製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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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握述我 說當年惡夢 但在他們心裡 說不出口的最大主使者還有藝人 把你手放在一起 為一個和唯一的 Dans Schneider 被視為頻道幕後工程的節目監製 Dans Schneider 曾經製作多個爆紅兒童節目 包括小天后Ariana Grande 以及多名人在影視圈闖蕩的知名演員 都由他一手捧紅 人前亦有好爸爸形象 背後卻是一名惡魔監製 在片場講黃色笑話 還會要求化妝師幫他按摩 多年來控訴聲音再大 頻道高層卻選擇包庇和武士 2018年多名女性指控他 攔用職權以及言語霸凌 以及言語霸凌 在片場講黃色笑話 還會要求化妝師幫他按摩 多年來控訴聲音再大 頻道高層卻選擇包庇和武士 2018年多名女性指控他 攔用職權以及言語霸凌 節目監製最終被公司辭退 卻沒有指證他有性騷擾等不當行為 我遇到過去的行為 我遇到過去的行為 有些都很可憐 我絕對我絕對 我絕對有些人很強的抱歉 紀錄片敘述後 他才親自為過去不當行為致歉 他的個人團隊更出面反駁 指責紀錄片的參與者都有邪惡思想 正義發言讓風波再擴大 同時也引發外界好奇 頻道高層當時如何處理這些問題 這回到1990年 他會花了非常大量的時間 跟孩子在製作室裡 沒有任何典型的保護 他只是一個病人 人們已經很久以前在製作室裡 這不是一個新的事情 而這不是一個新的事情 我還不知道為什麼 尼克羅利恩還繼續跟這個人 被提拔的童心都有共同點 像是逃家或家庭失和 就算孩子告知有異狀 也會被家長無事 前電視台高層握有最大掌控權 還聘請頂尖律師 讓年幼孩子簽下保密合約 就算遭到性侵也沒有任何發生管道 頻道從上到下選擇對 侵犯和剝削孩童的問題冷處理 兒童天堂不能說的黑暗醜聞 隨著紀錄片釋出終於被揭發 孩子的童年傷疤要花多久時間 才能撫平無人知道 但若兒童頻道監管環境依舊沒有改善 只怕有更多孩子成為無辜受害者 只怕有幾個字 那麼有氏